大家好,今天来看一下陈飞宇 他是2000年4月9号白羊座,出生于美国 他父亲是陈凯歌,是导演,母亲也是演员 来看一下他的事业发展 这命格还是比较简单的 丁火生在陈越,寄春世界 还在春天,坐下有惊,日干偏弱,财新比较多 这是典型的,生物不单财 经常在新闻看到这样的一些报道 就是一个人买了一张彩票 突然之间中奖百万 结果没过多久,钱财都被花完了 或者获获完了 还道歉别人百万 搞得一团兆 那种得到了还是会失去 拥有的非常短暂 很容易出问题 还好他是在春天生的 因为春天是目望金球 这个金就是财,他的能量是最弱的 就是他的影响也是有限的 就是刚才所说的 影响也是有限的 如果是生在秋天 是在九月份 现在是四月份吧 九月份的话差不多就是秋天了 那这种影响就是最大了 那完了 所幸是在春天 就没那么糟糕了 而且运走的也不错 就算有的也是 而且他应该也不会为钱财烦恼了 毕竟 这个身份摆在那里 要结合时机来讲 只是所以他有这样的现象 明明好像有了 但结果他又会失去 就是那种比较短暂的拥有 普通人 那就比体会就比较深了 这样的这个被家庭背景 你说有没有 那也是有些小事情上吧 好啊 然后呢 塔罗命牌呢 这是一张恋人牌 恋人嘛 这个顾名思义 就是也算是桃花牌了 你看 但是感情当中 容易有这种三能型的状态 这个就不来讲了 反正感情没问题 桃花多 长得也帅 背景不错 当然有了 从命格当中也能反映出来 年月日啊 都有财 财行为主 本身就代表的是这个异性嘛 桃花比较多一点吧 这个没什么 主要来分析他的事业发展嘛 那现在事业怎么样呢 是不错的 任务运 但是呢 这两年 欧雷年 庚子年 植五重 流年不利啊 这个已经过去了 二一年 新丑年 去年 有丑败合 也是 可能这边显示的都非常好 一七年出演什么剧拿什么奖 二一年 退出美国国籍了 现在是中国国民 反正这边显示都是非常好的 过去的就不来多讲 那么今年怎么样呢 今年是愣一年 今年 其实 某种程度上来讲 不算特别好 因为丁愣败合 同时 最差的应该是在这个 今年二二年的七月份 七月份是最差的 大概是在 七月份那基本上是暑假了 七八月份左右 是最糟糕的 他的这个糟糕 肯定是体现在他的工作的 工作无非拍戏嘛 反正有一点事情 这个很快就能够验证了 现在已经是二月份了 还有半年不到 今年其实不算有利的 如果让我讲的话 我20年 我说也不好 那结果呢 他肯定是都非常有利 你这边显示 参加什么活动 正常 因为他整体是不错的 只是一年当中 一年也不可能 十二个月 每个月都糟糕 在某个点上 查一些 所以今年的话 相对来说 可能还要录一些 尤其是在七月份 他是演员 当然演员好不好呢 那回到正题 有的人 很多人也问 他是不是和成事这样的 就是做这个行业 出名嘛 当然演员肯定想出名了 丁火 丁有日 是没问题的 丁有为三下火 三下着火了 那火是往高处走的 越往上 他的那应是三下火 三下一着火 往上 往上面跑 那往上面跑 别人就看得到了吗 立立约上着 不对啊 叫星星之火 可以了约吗 这个毛泽东 写这样的 他就是丁有日 就非常好 一点一点 慢慢积累 就是普通人来讲是这样 但他有这个资源 又是背景 又有这个组合 所以没问题的 当演员是可以的 他其实还可以当歌手 当歌手可以 因为金比较多 跟成 纳音是白纳金 又有这个有金 金的我 金主圣音 所以当歌手 可能也行 2023年 鬼某年 这一年当中呢 确实就容易出问题了 毛有冲了 今年虽然刚才讲的不太好 但是他只是在某个月份 七月份 但23年影响就比较大了 这个希望在感情不要太那个出格 那就问题不大 好吧 希望他顺利吧 就讲到这里吧